回到节目时间 中半山柏林大厦的单位装修费大约300万 屋主原本是住开独立屋 现在搬到分层单位 空间比以前少 拆了间隔墙 腾出多些空间和地方 被屋主摆放由旧屋搬过来的大型家具摆设 成为设计重点所在 这个位于中半山柏林大厦的单位 实用面积超过2000呎 地方已经非常阔落 但是屋主原本住开独立屋 现在搬到分层单位 空间无可避免比以前少 本身它已经有很多自己的 很有故事的 很多不同的摆设 琴、书柜 例如我们周边的很多画 其实本身都是它 原本已经有的一些摆设 正正因为这些摆设 其实就会有我们本身 定了设计的框架 大屋半小屋 最大的问题 是要有足够的位置 摆放原来的傢俱和摆设 所有可以拆得的墙 并非结架 我们就将它由头至尾 全部拆通了整间屋 我们就重新规划过 因为本身这间屋 其实都不是现在 你看到的格局 去过厅之前是偏小的 这套来自意大利的神木餐桌椅 体积比较大 要改动室内间隔 才有足够的空间 容纳它们 这里原本是睡房的位置 现在索性拆走 改成饭厅 一进大门看到的 这座古董三角琴 同样是由旧屋搬过来 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既是一座钢琴 也是一个大型的装饰品 这个木马也是屋主 珍宜总之的收藏之一 具有收藏价值 因为是属于屋主亲人 亲手制作的 屋主的收藏品更多 没有足够的长生挂画 可以考虑一下设计师的做法 在电视机长生前面 做一个拉摊式的屏风 上面挂了一幅画 需要看电视的时候 也可以拉开 半开放式的厨房 以黑色框的玻璃堂门分隔 完全打开之后 可以和客饭厅连接在一起 设有中度吧桌 摆放两张高身的座椅 可以在这里简单用餐 单位现在有三间房 由这条走廊进入 设计师利用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工作间 入墙书桌靠窗 墙身游了黄色的鱼胶漆 感觉新鲜 护主自己要求 因为他自己有一些 比较偏好的颜色 他一直想少少少少带出来 令到气氛有少少比较 比较比较大 所以我都觉得 正正可以突显到 本身房子有少少 有一些个人的个性 比较个性化 小小房在走廊尽头 属于套房设计 玻璃窗框是黑色的 以铜制的首抽点续 充满怀旧气息 窗外望附近的书境 简单地摆放一张皮制的梳化 加一个矮身木制的书柜 已经能够营造到 舒适写意的环境 套像是开放式 所有的设备都是纯白色 长生铺左有灰色纹里的云石 设计非常简约 主人房以素色为主调 以舒适自然为主 黑色窗框同样以同手抽收式